大家好,我是Starhead,可以叫我欣欣 我是第一次來參加這類活動,所以我蠻緊張的 那總而言之,如果有在關注G5的活動的話 應該會有注意到,我其實前幾天已經在Facebook上面有發我的提案了 那主要就是關於友善環境的APP 那因為我本身呢,是這幾年來有關注在友善農業 然後有推廣小農的產品 然後也對於無數的生活會 就這類的議題是我生活中比較關注的事情 那我在去年的時候,你們看到右邊的這個圖 是我在去年做的一個活動 那我把我行經過的地方 那通常都是理念相同的人們 然後我把它圖像畫 因為我想知道我到底去過哪些地方 然後發現其實台灣有很多人,人事物在做理念相同的事情 可是大家都很噴散 然後也會看到很多相關的社團 就一直在詢問一樣的問題 比如說我要到哪裡去找那些資源 我不知道哪裡有 就是那個相關社團的月經文超多的 那所以呢,我只是覺得很可惜 就是希望可以有一個統一的平台 可以把這些人事物都凝聚在一起 然後讓大家不會覺得很無力很無助 而是你可以透過其他人的支持 覺得自己是更有力量 那我之前先做一下功課 就是有一家那個 就是也是在推廣無數的產品 他們叫好日族 他們有做一個類似的 叫做無恆購物地圖 但是呢,因為它的使用性不是很方便 所以其實雖然至少我在抓圖的時候 它的瀏覽次數有1萬多筆 可是呢,它登附的資料在全台灣也只有100多筆 那你可以知道說,這種東西就是很明顯 它沒有真正的在被使用當中 那所以呢,我自己想的是 它一定要容易使用 所以我會希望說 是用手機的APP的形式來呈現在 或是讓大家方便使用 然後其實我們都已經想好了 那其實就是希望說 你登入這個APP以後 然後你可以很清楚很簡單的搜尋到 搜尋到你周邊環境 然後有相關感興趣議題的 不同類型的商家這樣子 就其實是很簡單的 那其實我們 這有些功能大家看過就好了 那其實我們 因為我有先在社團上面丟出我的提案 然後我也希望說 在今天然後可以找到更完整的團隊 然後我們可以一起丟出今年的獎助經濟體案這樣 那我們目前在昨天已經有 就是加上我已經總共有三個人 三個成員一起開會了 所以我們很希望說 等一下就是請 就是有興趣加入的人可以來找我們這樣 那這是我目前成員跟需要的能力 如果你覺得 就其實我覺得有興就可以 好謝謝大家 OK OK